国外知名度人士离婚 省家可能按50%对50%分配 我国的离婚案也是如此吗 其实 大马离婚案的财产分配 不一定是50比50 需是不同案件 法官会考量各种因素做出判决 如某一方离婚时或会变得偏激 任何财产都想要分割 但大马法庭 讲究合理合法公平 如果要求分对方一半身家 但是只是结婚了两年 你到底为家庭贡献了什么 一般上法庭是不会判一半的财产给你 相反的 你结婚数十年 要求对方一半的身家就比较合理 婚姻财产两大类 一夫妻共同财产 薪资 花红奖金 公积金 银行存款和定存款 房子与产业 股票 基金 俱乐部会员级等 妻子有权分割 但不一定是按照50比50来评分 二夫妻个人所有的财产 夫妻各自在婚前或婚姻关系期间 获取的个人所有的财产 例如父母赠予的信托 被归类为个人财产 离婚时不可被拿来分割 须知 单身时所立的遗嘱在婚后自动失效 所以别以为单身时立了遗嘱 离婚时另一半分不到你的身家 离婚后应该要修改遗嘱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